今天我们要介绍WinnoVacin资料库 后续我们会简称为DI资料库 这是一个很好的付费资料库 使用者如果有需要使用 可到本局3的服务台 及新竹台中台南高雄服务处免费使用 不过只能以IP身份登录 部分功能则无法使用 这是DI资料库的首页 提供Smart Search 专利检索 科技文献检索 及检索历史等功能 页面右上角 使用者可选择英文、繁体中文或日文的操作界面 收入的资料涵盖156个国家地区专利 61国DWPI改写的数据 法律状态、美国诉讼案、科技文献、多国语言翻译等 检索前可先选择哪些国家的专利 也建议并勾选DWPI数据库 DWPI是德文公司花很多能力去处理的资料 收入范围是以基础发明专利为主 每一笔REC包含标题、摘要、独特分类系统、主要图像等 其中摘要部分会检视该笔专利内容重新撰写 专利新颖性、用途及优势 让使用者更容易了解专利内容 每一笔REC的特色是用全英文撰写 可提供检索 也可以原始资料搭配一起阅读 此笔专利的标题是Machine 主要图示是一个零件分解图 使用者不容易弄清楚这是什么专利 经改写后DWPI标题为马达驱动机 例如具备单力机台的主轴或马达主轴的车床 主要图示则更换为车床的图 让使用者可以一目了然持笔专利在说什么 这是原始摘要 不会分段描述 无特定栏位区别内容特性 也不太容易抓到重点 经DWPI改写后 会分段描述专利的性引性 专利可以应用在哪里 优势在哪里 让使用者更容易抓到重点 事业上的语言 除了常用的英文、中文、日文外 还有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等 各式各样的语言 为了让使用者可以阅读 一力改为英文 重新描述专利内容 我们会发现 申请人、发明人的资讯 常会有错误或缩写等情况发生 导致统计时不正确 所以将之正规化 并授以标签 使用者也可以利用此标签检索 申请人会有各种拼法 例如IBM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 Int Business Machine等 DWPI将它们整合到DWPI Assignee或Assignee Code 申请人的原始资料也常出现错误 例如三星公司的SAMSUNG 拼成SAMSUGN或是SAMSUN或是SAMAUNG等 各项各种错误 DWPI会将正确的辅助于原始资料栏的下方 在非专利的科技文献收入有WebScience近12000种研究期刊 以及最近出版的8000多种世界领先的学术期刊 和2000多种书籍 涵盖数万多场的会议 以及超过650万份论文和英国工程技术协会IET等资料库 在检索面提供各式各样的资料库功能 包括SAMSURCH 各国分类号 专利诉讼 授钱 浪语等法律状态 专利潜能整合 自动监控 检索结果 解读分析 限缩 排序 输出 工作储存 图咬分析 等功能 系统也提供高阶的检索印算源 ADJ NEAR 及切解符号等 ADJ可以检索依序出现的关键字组合 NEAR则不受顺序限制 例如 深波和阻抗 用ADJ4 则中间可以间隔三个字以内 由例子可以看出 关键字用AND检索结果为9万多笔 用NEAR5为2万多笔 可以滤掉许多杂讯 例如美国案的鞋子充气充电装置 并非关键字花骨的专利 即使你不是某项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家 Smart Search也能让你轻松找到与该技术相关的专利 使用者只需输入或贴上技术描述的文本 Smart Search自动从输入的文本中提取关键字 经过语域分析 关键词拓展 引用 被引用 分类号等运算 获取准确 完整的检索结果 模拟熟练的专利人员的检索过程 一般而言 Smart Search是球快 参考技术用 正规检索 则是检权、检准、研发、布局分析使用 系统提供群体号码检索 方便使用者从Excel中的一串公开号 复制后直接检索 提供检索模板 让使用者可依据专案设定不同的检索模板 快速达到检索环境 例如点选NASA专案检索模板 系统快速带出与设定好的相关资讯 使用者可以直接再进行检索式的修正 免重复输入相同的资讯 在检索页面配置分为 专利集合用来选择资料范围 还有布林检索栏位 以及预览检索式 此处可来作为调整检索式 检索栏的国家地区代码 系检索来自与指定国家地区的专利 常用于搭配其他检索条件限定 另外在选择CPC栏时 系统会带出查找的辅助纽 严谐辅助纽后出现CPC分类数状表 可在此处下关键是进行查询 再将CPC资讯带回系统的检索框 选择专利全人栏时 系统会带出查找的辅助纽 例如查找鸿海 则会将集团的公司都带出 使用者可以选择哪些子公司要纳入检索 也可以利用专利全人代码查找 DWPI专利全人代码是分配给全球约 21000家公司的唯一四位原字母代码 检索这些代码可以获取 指定公司的子公司及相关控股公司 检索栏位使用分群及主次阶层概念 可以快速找到要检索的栏位 检索结果 检木的第一个区域数量呈现 会根据不同类型规则规并 第一个记录是全部案件数 第二个是DWPI专利家族数 第三个是IMPADAC专利家族数 第四个是申请号 是公开公告案合并后的数量 第二个区域 专利家族可以展开或缩合 让使用者快速阅读 第三个区域是需要账号密码登录后 才可以使用的图表分析 工作保存监控等 第四个区域则是筛选器 筛选器可以选择你希望筛选的检索结果类型 快速统计检索结果的各项指标 申请人、国家、年份、营用专利等 可以在任意添加你需要的筛选条件 得出所要的案件 系统提供当前检索关键字高量显示 以及设置非检索词的高量显示 可以在阅读时更容易知道关键字的所在位置 使用者如果想要检索结果 显示哪些栏位 可以在管理列设定 检索结果提供解读分析 用于回答专利研究中的常见问题 包括主要参与者 技术所在国家及地区分布 竞争对手的技术分布 技术区趋势 发明的潜在市场 和目前正在开发的技术等 解读分析分成六项 点显任意项 可浏览完整描述和详细表列 选择我的竞争对手在做什么 会提供技术分类 排名靠前的技术 TUPS专利权能 缩列图 即使比对各专利权能 在不同技术主题下的 专利持有比例 在点选缩图 也提供美国专利转让者 与受让者的查询 在项目页面提供各项资讯的页签 点显页签 可直接跳到该处资讯处 不需用拉杆慢慢拉 提供 关键概要数据将来自专利授钱机构的资讯 和强大的预测资料 以及预测分析结合在一起 提供有关专利的重要情报 其中预测资料包括两点 第一点 当前专利及其同族专利的有效 失效不确定状态 第二点 专利预估截止日期 和胜宜有效日期 美国专利案会引用美国专利法条款 来调整专利的有效性日期 提供预测资料包括下面两点 第一点 专利评价指标 是用于评价专利的相对重要性和强度 包括三小点 第一小点 领域影响力 是专利公开对其所属技术领域的相对重要性 第二小点 战略重要性 是专利公开对其所属公司的相对重要性 第三小点 综合专利影响力 是结合其他Durban预测分数 得出专利公开的总体重要性 表明该专利与其他专利相比有多重要 第二点 法律状态的事件预测指标 用于预测专利未来发生某种事件的概率 包括下面三小点 第一小点 授权概率 此专利申请获得授权的可能性 第二小点 提前终止的概率 四 此授权专利在可用期限完全到期之前失效的可能性 第三小点 终止后恢复的概率 是指此失效专利将被恢复的可能性 由于专利原始档案的遗漏 专利权发生移转等种种原因 专利本身可能并未坠落专利所有者的信息 例如没有申请人 美国专利法改法之前的部分美国专利申请 只有列出发明人而不列出专利权人的名称 或是某些专利授权机构 不要求申请人在特定公开阶段透露专利权人资讯 所以优化的专利权人是应用机器学习技术 对大量专利资料进行运算和学习 将专利的可能所有者揭露给使用者知悉 并辅由德本编辑团队提供专家审核 将所有者以一个标准化名称来呈现 中属母公司则在这一过程之后更进一步揭示专利的最终所有者 在祥母分类索引页前将IPC、CPC、USPC、FIF10、DWPI分类等进行整理 可以得知案件的延始分类 专利家族页前同时收纳IMPADUG及DWPI家族专利 同时用图表来服务以优先前日、申请日专利有效期间 提供引用专利、非专利及被引用专利 提供各项图表分析 并提供相同公司不同拼法或分公司等合并统计的功能 让统计更准确 以世界地图来呈现专利全能分布状态 让阅读更直截 图表分析也可以利用筛选器 进一步查看前几名公司的专利分布在哪些国家 图表分析提供更进阶的三维图表 可自由选择组分析项、次分析项进行分析 系统提供预警功能 可达到三种目的 第一、监控竞争对手 第二、轻松获得研发新资讯 第三、首追踪专利后续的动向 当有新专利符合预警的检索室 就会发送邮件通知使用者 在科技检索部分 可先勾选要检索的资料范围 另外、栏位则以专利检索栏位不同 可选择所需的栏位进行检索 检索结果也会有关键字的高亮显示 另外、可利用ISSN码 透过NDDS全国文献传递服务系统 取得全文资料 个人可以自己到全国文献传递服务系统网站 申请账号 Verven是一家心育卓越的公司 有庞大的团队成员 服务全球各地广大的客户 服务各专利局也超过40个 谢谢